再回到发布新内容的这个页面试图 用一个view 什么加上cells 小号线叫做title 标题的文字是标题 下面是一个内容标题字段 一个view 什么加上cells 再加上一个cells 里面我们可以包装一个cell 字段是一个文文框 所以我们要加上一个cellinput 然后是一个主体内容 一个view 什么加上cell 小号线叫做笔地 在主体里面我们去添加一个input组件 这个组件在上面去添加一个input这个类 然后再添加一个focus 这样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 这个字段会自动地进入一个编辑的状态 placeholder 设置一下站位符的文字 这个是标题 再用bindinput 去给它绑定一个输入的时间 用页面上的这个oninput title这个方法来处理这个时间 再复制一份 修改一下标题 改成正文 然后去掉这个cellinput这个类 正文是一个文文区域 所以组件的名字可以是textarea 上面用的这个类的名字 也把它改成textarea 去掉后面的focus 站位符上面的文字是正文 绑定input的时间处理的方法是oninputcontent 再复制一份 然后再去修改一下 表题的文字是发布 然后在这个cell的上面 我们再去添加一个cellswitch 主题的内容是一个文字 文字是发布 下面我们可以再用一个view 上面加上cell 下号线下号线ft 表示cell的footer 它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个switch组件 在上面我们可以给它绑定一个change时间 处理的方法用一下onchange status 最后我们再添加一个发布内容用的按钮 一个view 上面加上btnarea 里面包装一个button组件 上面加上一个btn 再添加一个type属性 对应的值是primary 按钮上面的文字设置成发布 再给它绑定一个type事件 按一下这个按钮 我们用一下on typesubmissbutton这个方法来处理 按钮